相信大家至今还记得那场轰动娱乐圈的李小璐假买量事件 从此做头发变成了一个另有深意的词 而李小璐前景大号的演艺生涯也走到了尽头 本来文心甜蜜的家庭也支离破碎 还被冠上了平溪王的称号 从这件事情 网友也发现了李小璐喜欢就是嘻哈这一挂的 意料之外情侣之中 李小璐最近又被拍到了一丝恋爱的消息 对象还是一位说场歌手 当天他和一神秘小鲜肉做蓝伯基尼一同外出 李小璐穿着紫色上衣 余夫帽和口罩把脸遮了一大半 而这名小鲜肉打扮得也很低调 五官立体清秀 身材更是高达壮硕 颜值很高 站在李小璐身边堪称最萌身高差 当天和他们一起外出的还有一名女性友人 但李小璐明显和这名小鲜肉更加亲密 几乎全程粘在一起 喝完水就把瓶子给小鲜肉去扔掉 他们看完电影后便一同回了家 李小璐还是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到一栋单元楼下后 两个人就一起回去了 直到第二天也没有再闲身 引发同居恋情传闻 而且此前李小璐还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视频 配文一起看海 晚安世界 定格美好等文字 看上去幸福满满 有媒体联系李小璐工作室求证 但工作室只回应了三个字 不知道 态度非常冷淡强硬 根据视频中小鲜肉录持的正脸 有网友猜测该男子可能是嘻哈歌手TY 而该名歌手可是已经结婚了的啊 这仿佛又是一出大瓜 这次插足的椅子变成了李小璐 但随后TY本人否认了此事 他直接转发了这条新闻 并表示自己的头发是蓝色的 虽然他确实是小鲜肉 但并不是视频中的那位飞文男友 网友们都被逗笑了 有人留言吐槽TY就是一个老腊肉 和视频率的完全不一样 没那么年轻 例证TY的清白 不过网友更多的是疑惑 之前不是还传言 李小璐欲找奶量复合了吗 也还有人说还与PG丸在一起 现在这又是哪一出啊 其实李小璐这么多年 也算是一手好牌打稀烂的典型了 李小璐1981年出生于一个演艺世家 在他17岁的时候就凭借电影天狱 获得了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 后来他又出演了一系列的电视剧 《奋斗》 《当婆婆遇上妈》 《AA之生活》等 其中不乏大爆的作品 也成了很多观众心中的女神 是一都市家庭伦理剧热门的女主人选 尤其一部《奋斗火遍大江南北》 可以说 她的起点是很多人都赶不上的终点 不过李小璐却置不在此 可能因为从小家境很好 进军影世界也轻易地获得了成就 所以在很多人看来 李小璐不懂得珍惜 频繁背包各种恋情 接系质量持续下降 结婚生子后更爽往红方向靠拢 不过同样幸运的是 女儿甜心与贾奶酪一起参加综艺 爸爸回来了 获得了不少的关注度 甜心也一跃成为小流量 那句我们白着呢 相信不少观众都还记得 因为甜心爆红 李小璐与贾奶酪在那几年 收获了不少节目邀约 结果李小璐就被拍到了 与PG1过夜 消息爆出的时候 李小璐与贾奶酪还正在参加 一场晚会直播 这场风波最后也波及盛广 马苏因此一蹶不振 PG1也被爆出了各种 触碰法律底线的黑料 最后波及到了整个嘻哈圈 大家也都知道嘻哈文化 原来是一种地下文化 通过吴亦凡那档综艺节目才爆红 基本上很多收创歌手都有一些黑料 美名其约文化 通过这件事情后 很多收创歌手都低调了很久 不过李小璐这边 后来因为甜心滤镜加成 即使发生了做头发事件 竟然还有不少的粉丝在支持他 而他也如愿成为了一名网红 每天带着甜心拍拍视频 练练舞 日子过得很滋润 近来李小璐在社交网站上 持续秀好妈妈人设 就在前一天母亲节 更是和甜心大跳双人舞 引来不少成赞 大家纷纷表示 李小璐虽然不是个好妻子 但却是个好妈妈 如今把甜心教育的 越来越有气质才冒双全 因为甜心的关系 加拿亮那边 现在也和李小璐缓和了关系 之前就有媒体拍到 这对钱一家三口 一起出去游玩的画面 也正是因此 所以就有人猜测 有没有复合的可能 不过这确实是有的网友想多了 虽然李小璐出给pg1 但终归中间还有个甜心 假奶量那边也不会让她难做的 至于复合也是没可能了 两个人现在都有了新情况 而且李小璐一直以来 喜欢的就是嘻哈那一款 她现在过的网红生活 也是自己想要的 别提多开心了 好啦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 请在评论区积极留言 与我们互动哦 我们下期再见啦